唐朝都已監禧了 专称他有一位叫私仙 这位私仙曾经说过 鼓雷圣言皆寂寞 哎呀 我一听 鼓雷圣言皆寂寞 大错特错 因为他是一个凡夫 一个十足的凡夫 根本就不理解圣言 圣言怎会寂寞呢 人家不知多丰富 人家的生命不知多彩多姿 你看看我们所讲的 极乐世界的圣众 诸上善人俱回一寸 无有众苦但受诸落 在极乐世界那里 智慧高明 神通洞达 颜貌 端正 超世稀有 容色微妙 非天非人 皆寂寞自然虚无之身 无极之体 在极乐世界的圣众那些圣言 凡老百业段 无名尽皆寂 巨三明六通 百千陀罗里 能于十方界 来去一年间 变化随缘言 说法令寂击 如佛金色身 妙相式缘门 亦以大悲心 广道诸众生 你看看人家的生活多丰富多彩 多有意义啊各位 不单止他自己解脱 逍遥自在 他还去度众生 去帮人解决这些苦难 你看看这些多伟大 所以我刚才讲 人世间所做的所有事 都不能够称之为伟大 佛菩萨做的事 又真是伟大 因为令到人尼腐得乐 解决最重要 最根本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所有国家 所有政府 所有人 所有凡夫都做不到 无论你怎样做 做不到 所以这个 看看圣言 原来人家是这样的生活 你还在鼓虑 圣言 加以寂寞 寂寞是你的凡夫 看他 你以为他寂寞 实际上他的泪心不知多丰富多伟大 多开心 多发气充满 这个 我就在这里看到 这个圣言 这个诗仙 在人把他捧到很高 已经是诗仙了 但实际上 层次很低 是一个十足的凡夫 所以他不懂事 所以他不懂学法 他不懂念佛 他就捕了 对不对 那我们呢 我们不要学他 我们千万不要就捕了 好吗 好 总之呢 我们信佛 念佛 是一定能够往生的 这个有佛的保证 我们一往生做 我们是极乐世界的一佛寺 那我们呢 刚才说的那些好处 那些威衰的东西 其实就是我们以后的生活状态 各位 是吗 иск佛陀佛寺也什么我就是 是无用的 不过生活所需必需品 是需要的 不是需要我们是人 我们是 í数 钱是好事 是以会的人 这是福报的体现 这能不容易有作求 百亃代上怎样用这些钱呢 用得其所,这是最重要的 但又不要为祂仆心仆命 死去活来是不值得